汇集私人企业的资源来协助救灾的构想 是今年较早时由工程公司HSL工程提出 并注资100万元设立基金 基金成员公司包括康生医院 人道物资公司Golden Season HSL工程 新科宇航 以及将派记者到灾区 报道最新情况的新传媒 基金的目标是收集资料 在灾难发生时 基金将申请航空通行证 把成员送到事发地点 同时联系负责应对灾难的亚西安协调中心 以及有关国家的协调机构 基金的其他任务是协助区域中的弱势社群 把水源净化系统带到那里 为村民提供食水 请不吝点赞订阅